马屁议员驱逐出场 高举红牌吹哨要求护航议员驱逐出场 太庸市议员选举将在年底登场 民进党籍四位新生代议员候选人 谢贤 李孝茹 张玉燕 张雅敏 联合举办记者会 呼吁民众睁亮眼 选对人 因为我们感觉 怎么有办法会使用人民的纳税钱 一方面在领着这一份薪水 然后一方面在做吹捧的一个工作 在帮现任的市长做一个加油 那么所有的民调 所有的媒体所报道的 这些低迷的选情 跟这些那么低迷的民调 都是假的吗 就是那个民调一直 就是我们加龙市长的民调一直攀升 所以当然就是要 市长 不 胡志强的那个民调一直低迷 所以他们的那个现任议员 国民党的议员 当然就是要为他护航 对 就是有一点在 好像造势的场合了 四位市议员候选人组成连线 点名多位国民党籍议员 在总质询期间 利用质询公务之辩 在议事堂上为市长胡志强助选 像是送包子肉粽 象征包粽 还有制作看板鼓励市长逆转胜 等等 非常不恰当 不管是送包子 质疑民调作假 或者是说在议会这个殿堂 做出各种 这个护送就是护航 然后歌颂市府的一些动作 所以我们才会特别的点名他们说 是不是这些议员忘记他们要监督的职责 然后一面的护航 那榜中的成分很 榜中的意味成分很重 然后最夸张的是当天是刘士忠议员 他是直接唱歌 他改那一首爱你 他是唱赢你哦赢你哦 在市议会唱歌 歌颂的模式简直是北韩的平壤了 距离年底选举正式迈入倒数 剩下不到六个月的时间 在为议员寻求连任 一举一动备受关注 新生代打出质疑议会乱象的第一炮 争取努力被看见 最终谁能进入议事堂成功化位 选民心中自有分寸 由GIM体中采访报道